好 重点 圆周运动是或者不是等速度运动 然后为什么是 为什么不是 等速圆周运动 有人更喜欢问的叫等速率圆周运动 就是像时针啊 分针啊 秒针这样 请问你它是不是等速度运动 为什么是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给我回答 我都会很烦 是或者不是 为什么是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是 有点准备到我方向 不是说我吃饭 很错 为什么不是 它刚刚讲了等速度运动要大小不变方向怎么样 也不变 可是圆周运动方向一直都在变 所以它不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它不是等速度运动 为什么不是 是 为什么是 不是 为什么不是 所以它是 为什么不是 你先告诉我 你认为是或不是 你认为不是 为什么不是 每個月他 師兄可以是賣腳踏板的 廢話當然會賣腳踏板的原作運動 對對對 原作 要算你答對嗎 不算 算了算 加速度是向量 向量相同 必須要大小相同方向相同 向心力的特點是永遠都指向圓心 所以向心力的方向有沒有一直都一樣 沒有 那表示向心力加速的方向有沒有一直都一樣 沒有 隨時都指向圓心 所以他的方向沒有一樣 所以他就不是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 所以 圓周運動 有人又特別喜歡考你等速率圓周運動 不是等速度運動 也不是等加速度運動 因為他的速度的方向 跟加速的方向都是一直在變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希望你能夠記住 OK